如果報道為真 他有想要去高雄市選市長 我想這個部分 不管是他聊天 還是他無厘頭的說法 代表潛意識 他有一種想法 我是天下無敵 自大狂妄到 任何台灣一個縣市 我都可以征服 因為潛意識好像是透露這種 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形態 做背景的話 他不會口無自然 他不會無厘頭說出這句話 而且他選擇最難打的區域 高雄市 所以我覺得 以他整體過去的自己成績 天下雜誌六度的評比 他是最後一名 3.5顆星 你如果是今天五顆星 你今天已經六顆星 你用很好的政績 好 你想要在南下高雄 也許你還有一點點勝算 但是不是 你過去將近兩屆 你為台北市做了什麼事情 你對台北市有什麼貢獻 我覺得大家很多台北市認為 不是柯文哲之志 是柯文哲之亂 所以大家對他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從剛開始一個清新的醫生 從政 然後好像會帶來一個新的願景 新的一個政治文化 但是不是 他好像敗壞了政治文化 從政治能力 從政治願景 從他政治的治理 我覺得在所有政治工作者裡面 他大概頂多算三軍 很多人都比他有更好的治理能力 有更好的政治願景 有更多的使命感 有更多的報復 但是我覺得他只重視他的聲量 不管他聲量是好是壞 他總是透過一些我裡頭的話 然後這個沒有意義的 沒有經過大腦思考的一些話語 然後引起大家的注意 引起大家討論 他的聲量最高 但是這些都是虛的 他不是一個務實主義者 他是一個務虛主義者 如果你真的想轉移陣地 到其他縣市去選 我覺得到每一個縣市他都會慘敗 可能有希望 可能如果高宏安不選 他回他的故鄉新竹市選 他也許還有一點點勝算 但是不要侮辱了高雄人 也不要污染高雄 我覺得以你一個首都 一個市長 讓你給那麼多資源 其實你做得最爛 你財政各方面 財政最好 環境最佳 幕僚最多 資源最多 你做得如此之爛 那誰能夠期待你 到其他的縣市法來做好 所以他想要去高雄市選 我想跨黨拜都沒有人歡迎 全高雄市接近三百萬市民 我想會歡迎他的大概有沒有個位數 那我總覺得做一個真正工作者 你絕對不能違背對選民的承諾 這基本的價值 你選民投票給你是要做滿四年 應見未遠 我們韓國瑜 韓市長 他就是未滿 剛剛當選高雄市市長 最後要貪圖要選總統 結果馬上就被罷免 超高票數超高比例罷免 他就是另外一個韓國瑜 如果他想膽敢 如果他真的有勇氣 我覺得來 真的來 我們高雄市民好好的等你 伺候你 對 不要只是說說而已這樣子 對 那你如果只是說說而已 那當中玩笑話 我們就不要討論 那你如果真的把它規劃 但是我覺得實際上不可行 為什麼 地方自治法79條規定 你如果這個所長 你把你的戶籍牽出去 戶籍所在地 你就喪失資格 對 你就喪失你市長的職位 所以他如果你的選錢 他要去高雄市登記 你一定要涉及滿四個月 對不對 好 他的市長就會被解職 全民眾黨 所有的這個季黨 所有的黨都在 所有的資源都在台北市政府 不是嗎 那你的所有的資源庫資料庫 或者所有的資源 都在台北市政府 你被拔掉之後 你民眾黨算什麼 你民眾黨一無所有 那我也相信說以他的治理成果 以及他的相關的話語 就是大家都不滿意 大家都很失望 這種情況之下 民眾黨會不會變成一個胖母黨 有可能 所以他也許說用另外一種思維 他用這個預駕輕聲的方式 來帶動其他縣市的市議員的選舉 這個也不無可能 但也許他明知可能我這個會輸掉 在高雄我選不上 但是他也許預駕輕聲 他可能就創造的話題 會帶動其他市議員選舉的成果 這個也說不一定 他是一個不按牌也出牌的人 但是再怎麼不按牌也出來 也不要出爛牌 那我覺得做任何事情 特別是你一個有影響力的 首度的市長 一定要經過大腦 不能這個信口開河也不能無厘頭 這個政治不是一個舞台 不是一個表演舞台 真是一個為人民服務 為國家做事的舞台 好好珍惜這個舞台吧 好